你觉得扎基强吗 要说强嘛 他确实挺强的 能在诺亚面前撑好几个回合 你要说弱嘛 他单打多多输给了银河 那么黑暗扎基的实力到底如何 今天阿泽就为大家深度分析 扎基的实力在光之国究竟能排什么位置 关于扎基的实力在光之国表现如何 我们可以从一个中间物来看 它就是诺亚和Nexus 在扎基第一次出场的Nexus Ottoman大截居中 我们看一下扎基在应对Nexus的多种形态时 分别取得了怎样的成绩 首先孤门刚登场时的形态是Nexus又粘体 而扎基只是一个简单的手部光束 就将摆出防御姿势的Nexus 打出去了几十命远 甚至敌我插举的Nexus 直接轻化为青年形态与扎基战斗 青年形态上来就是大招 而扎基只是用双手阻挡就挡下了这一招 我们可以看出 扎基身上还冒出来了钻石样子的光芒 抵挡Nexus大招中 从分子层面瓦解敌人的能力 然后毫发无伤和Nexus进行弱博 在力量上Nexus也很明显不是扎基的对手 随后孤门直接再次进化 成为了Nexus蓝色青年形态 释放蓝色青年形态的最强技能 终极光剑风暴 但扎基只是单手就将这个技能给弹开了 虽然这也有孤门没有提前打扎基将职的原因 但被单手瞬间弹开也足以证明扎基的实力 在一段纠缠之后 扎基直接释放了技能重力扎基 直接就将孤门变身的Nexus彻底压制了 随后孤门直接变身成为诺亚 挡掉了这个技能 而在诺亚手上扎基居然也撑下了不少技能 但很明显有点乏力 首先诺亚一脚他就有点顶不住了 最后更是被一发地狱火直接打到了外太空 但我们可以看到 扎基虽然被诺亚地狱火射到了外太空 但他在僵直缓过来之后还是挡掉了这个技能 最后使用闪电扎基和诺亚的闪电诺亚对波 惨遭扬灰 总结这一段啊 扎基的实力有着很明显的区分 碾压Nexus右连体和Nexus红色青连形态 吻压Nexus蓝色青连形态被诺亚碾压 那么这个水平放在光之我大概如何呢 那就不得不提在奥特银河格斗3中诺亚的登场了 因为在这个叫做八别星的地方 诺亚也是除了Nexus之外的所有形态都登场了 那么在这场战斗中 Nexus的这些形态都分别取得了什么样的成绩呢 Nexus以右连体的形态出现 然后唯一的对战记录就是和冷头青小金剑战斗 明明是金剑先动的时候 但Nexus只是两个手部光束 然后直接错身使用十字光线风暴击中了小金剑 看小金剑的模样 从分子层面被打散的被动都显示出错效了 看样子估计快嘎了 要是以青连形态来打这一击 估计就直接销身在宇宙之中了 接着Nexus就切换为了红色青连形态 随后就展开了Meta领域 UCS32演技首快联邦跑了 利伯特和小金剑运气就不好了 被困在了Meta领域内 开启红色青连形态的Nexus 比起右连体的Nexus来说 实力强悍了不止一倍 小金剑提着刀就上去看Nexus 结果体数被直接碾压 Meta领域还在一直吸收着他们的力量 利伯特带着小金剑疯狂逃命 在决定联手拖时间后 两人再度上前对战 然后又被Nexus单方面吊打 索拉给利伯特传消息 说是打破Nexus武装就可以出去了 于是两人联手释放光线 打坏了Nexus的武装 这里Nexus也是故意放水 看到两个大招飞过来 直接用Nexus武装应接 让他们成功摧毁了Nexus武装 解除了Meta领域 之后当小金人释放出来 奥侧人造机甲赛罗 当机甲赛罗释放D4射线的时候 Nexus以蓝色青连形态再次出现 一个终极光级风暴和D4射线互相抵消 然后一个闪电诺亚 就将奥特人造机甲赛罗彻底消灭 从两次Nexus的战斗 我们可以明显看得出来 Nexus的红色青连形态 已经拧压了光之国大部分奥特曼 只有极少数的T1T0级别 才能说自己吻压Nexus红色青连 至于蓝色青连形态 那就更不用说了 奥特人造机甲赛罗的D4射线 有多强真的不必解释 在泽塔大截局中 要不是泽塔解锁维星力量释放出最后的必杀 泽斯蒂姆光线 D4射线真的是毁天灭地 这可是能打崩次元摧毁空间的存在 而Nexus的蓝色青连形态的终极光剑风暴 就直接持平了D4射线 而扎基一拳可是能打崩终极光剑风暴的呀 D4射线我想必扎基也能单手接住吧 所以扎基的实力在光之国到底如何呢 利布特大家都知道 虽然是一个马来西亚的奥特曼 但是他的世界观已经拉入到了光之国 他的实力也就处在常规的光之国T1级别 最后的雪山决战 给众人撑开防护罩的也是利布特 在特利加篇章中 和绝对一组小金牛打的有来有回 不分上下的也是利布特 小金牛的实力怎么样 大家也都清楚啊 在雪山大战中 面对雷古洛斯和雷欧兄弟的围欧 虽然败北 但前期也打的有来有回 力量方面更是压了雷欧兄弟一头啊 所以小金牛啊根本不弱 而和他占平的利布特 自然也至少是光之国T1级别的实力 但就算是这样的实力 依然不如Nexus的红色系列形态 所以Nexus的红色系列形态 差不多就是光之国的T1上层 蓝色系列形态 差不多就是光之国T1巅峰 之前一直有一个说法啊 那就是 孤门兰奈 高斯未来和盖亚之高 是常规奥的巅峰 但是由于新生代作品中 几乎每一个新生代 都拥有一个纠结奥形态 这并不是说孤门兰奈 高斯未来和盖亚之高 不如新生代最终形态 而是纠结奥的门槛 被这些新生代给拉低了 看看泽塔的德尔塔天爪形态 在奥特银河格斗中的表现 虽然没有差点表现 但也没有好的表现啊 纯纯的刀架子 就只是起到了 把刀召唤出来的作用 甚至不如第二部中的招和老奥 所以这个纠结奥的设定 咱们也就看看吧 作上所说啊 蓝色青年形态的Nexus 至少有着光之国T1巅峰的实力 甚至不逊色于有些合体奥 而纬压蓝色青年形态 Nexus的扎机 实力更是强劲 光之国T1巅峰 妥妥的 可以说 除了维新力爆表的奥特曼 否则根本没有能击杀他的存在 至于你们说的银河 嗯 银河战力崩塌 不在考虑范围之内 好了 本期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